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 我是郑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主持人 韩兴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范儿界 你的音量暴露了你的层次 前几天在高铁上 坐我后边的熊小孩 一直用狂大声播放着动画片 整个车厢都围着侧目 我忍无可忍 强压着怒火 默默地拿出耳机 很好语气地跟他说 耳机借你用好不好 他的妈妈却一把把我推开 小孩戴耳机上耳朵你不知道吗 生活当中 这样吵到他人的事情也并不少见 看电影的时候 旁边的人大声地讨论剧情 坐地铁或公交时 有人开着工放 在捕锥都挺好 还有人走在路上刷抖音 一边刷还一边大笑 不仅显得自己没素质 还非常地讨人厌 梁石秋说 一个人大声说话是本能 小声说话是文明 的确如此 每个人在公共场合都有不同的表现 有的人大声说话影响别人 有的人压低声音小声说话 小事方能见真章 不要小看你的音量 不知不觉间他已经暴露了你的层次 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当我们在公共场合留意到一个陌生人时 总会先听到他的声音 低声说话的人显得温和有理 而大声说话的人吵吵闹闹 影响到别人却不自知 每句破产姐妹里 Max和卡罗林 就是这样接人不同的两个人 Max是生活在威廉斯堡的女侍应 而卡罗林 本来就是一位千金大小姐 阴差阳错地成为了Max的室友兼好友 某一集里面 他们两个结伴去电影院 看电影的时候 Max一直大声吐槽巨型 引起其他观众不满 让坐在旁边的卡罗林 非常尴尬 是啊 电影院应该是 安静观影的地方 大声说话 总会影响到他人 其他人讨厌你 很正常啊 平时遇到一个陌生人 我们可能会先靠对方的衣着打扮 来作为第一印象 但其实 有些人穿得 一观其整 一开口的音量 却暴露了自己 不过他人大声嚷嚷 显得粗鲁不堪 而有意识的温柔软声 会让人感到礼貌 心理学上有一个叫 私人空间效应 我们的身边周围 有一定的空间 对待越陌生的人 这样的空间就越大 当他们越过空间的边缘时 我们会感觉自己被冒犯 其实 不止身体有私人空间 声音也会有私人空间 那些电影院里的讨论 走在路上的突然大叫 还有坐地铁时 公放音乐 其实就是入侵了 我们的私人空间 本来轻松地走在街头 却听到这样的声响 浑身不自在 一个有礼貌的人 是不会入侵 别人的私人空间的 不管是身体 还是声音 所以有时候 单单听到音量 就足以让你判断 一个人的样子 之前看 声林奇境 这个综艺的时候 看着各位嘉宾 用自己的声音 给经典电影重新配音 感觉很有趣 其中 周一伟非常圈粉 上一秒配的是 董存瑞 大声吼叫 为了新中国 下一秒配的 却是梅兰芳 吊着嗓子小声说话 刚张开口 就非常惊艳 嗓门大小是天生的 有的人天生声音洪亮 也有的人温声细气 这个改变不了 但音量大小 我们却可以控制 我见过平时 小声说话的女生 大声呼喝 送错餐的外卖员 也见过 大大咧咧说话 大声的汉子 低声向行人问路 我一直觉得 能降低音量 说话的人 都是言于律己的人 很认同蔡康勇的一句话 讲话是最好 自觉地降低音量 不光是因为太大声 会吵到别人 而是因为 如果一个人 连自己的音量 都控制不好 会让别人 很难信任你 其他各方面的能力 的确是 连自己音量 都控制不了的人 往往控制不了 自己的人生 电影《窈窕少女》里面 奥黛利赫本 扮演的麦花女 口音低俗 声音粗鲁 她意识到 自己这样只会 穷困一生 付钱给语言学 教授学习 怎样控制自己的声音 最后 她在舞会上 言笑得体 成功扭转了 自己的人生 所以 压地声音 从现在开始 梁文道曾经在 《常识》一书当中问道 是什么让香港人 在十年之后 自己在餐桌前 将说话的音量 降低了下来 答案是文明 随着香港的教育发展 越来越多人 变得更文明 懂得控制自己的音量 从而不影响他人 根据我的观察 有几种情况 人们特别喜欢 抬高音量 第一 靠实力获得认同 而不是音量 当一个人心虚的时候 他总会抬高音量 来虚张声势 中国有句老话 石墨无声 空墨响 满屏不动 半屏摇 意思是 装满了墨水的瓶子 不会发出声音 只有空空的瓶子 才会发出 摇晃的响声 生活中正是这样 只有外强中竿的人 才会靠大声说话 来装腔做事 其实 作为真正有实力的人 根本不需要 抬高音量 来获得认同 我们完全可以靠实力 靠自己的实力 靠自己的道理 来让别人信服 与其大声责骂 不如温和待人 愤怒的时候 有些人会破口大骂 之前网上 有一句很火 不要大声责骂 年轻人 他们会立刻辞职的 很多人评论说 现在的年轻人不行 经不起责骂 但其实换位思考 谁都有自尊 不会愿意被人 大呼大喝 若是对方真的做错 在开口责骂之前 不如先控制好 自己的情绪 再用温和的语气 来告诉对方 是哪里做错了 在公共场合 应该礼貌地 小声说话 很多人在公共场合 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音量过大 给人一种 不礼貌的印象 宋扑米太郎写过 成年人应该注意 保持安静 如大声说话 在餐厅和饭馆里面 会显得很粗鲁 在自住咖啡厅 就会显得很没礼貌 平常说话的时候 我们应该多点 留意周围的环境 如果有人表示出 不满的神色 你呢 就要注意自己的音量 电影《乘风破浪》里面 邓超对彭宇燕说 你不需要那么声势浩荡 控制自己的声音 才是最强大的气场 大声嚷嚷 总是很简单 但能压低音量 不影响他人 这才是最高级的层次 是最基本的修养 是最高级的层次 是最高级的层次